哈喽大家好 我是鱼饼匠 又到儿童节了 有那样一群人 他们总认为自己是长不大的孩子 在朋友圈所要的临时 然而还有一些人 他们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坚信自己体内隐藏着某种力量 或者是努力地装出拥有力量的样子 这类人会憧憬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 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看起来超有病 守护灵 健身 认为自己拥有守护灵 每天对着镜子大喊 就决定是里了 出来吧皮卡丘 还有些人 认为自己已经操脱了人的范畴 人类无法理解我的寂寞 我已经操脱人的极限 如果你还用那可悲的凡人智慧看待我 也不过是自取欺辱罢了 你知道吗 你要是激动 我要灭掉地球的 我皇家在整个银河系 在整个羽肉是最大的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还有认为自己英俊潇洒 戴上比自己两个都还长的围巾 其实那就是紫巾吧 这是在浪费子弹里造不造 不要以为你像马话中 我就不敢说你了 妈妈不在家 一般会怎么玩啊 我想没有人会比这对父子更会玩的 都在家里开进了演套会啊 虽然不知道你家考虾到底做出了什么 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 不光是人超有病 现在连音乐都开始有病啊 比如这样画在紫巾上的MMA 不管是MMA还是歌曲本身 都超有病的 重点是 江总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了呀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黑社会 都用拖鞋当麦克风 就算你的拖鞋 好看美观 上面还有小图案 但是 我哥这屏幕都闻到了那股脚脱味啊 这个BGM不是学校的运动会吗 运动会都比你们玩坏了 玩坏了玩坏了玩坏了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样一首 慷慨激昂的歌中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马上要高考了 好紧张啊 但是关我什么事啊